好了 終於跟大家預測一場生死大戰 意大利主場回來盛西路那邊 對著首回合領先他們的瑞典 首回合意大利作客意外落敗0比1 這場賽事一定要贏2比0 就可以立一進級 或者贏3比1、4比2 不過如果是1比0就要打加士 再射12碼 2比1就出局了 也就是說不是贏一定可以的 不過預測之前 我跟大家講一講賽前的一些小道消息 有一些風吹出來說 無論意大利今場賽事的結果是怎樣 能否拿到明年世界杯入場券也好 意大利的竹種都會炒了這個教練雲杜拉 那賽前就傳了這些風出來 雖然未經正式 不過我都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賽前出現這些言論的話 好還是不好呢 首先我們都知道賽事未開始的 但是如果竹種真的這樣說的話 我們第一個反應就是會問 咦會不會擾亂軍心的 會不會令到這個教練玩東西的 如果這個教練玩東西的話 那真的會喪失了參與世界杯的機會 嘩這樣很大劑的 這個是我們第一時間的直觀 但是我們可以想回頭 如果在這個軍營裏面 球員真的對這個教練是信心盡失 甚至對這個教練已經是非常之不滿 準備就是反他了 如果是真的出現這樣的情況的話 其實竹種做這個舉動出來 反而有好的效果 為什麼呢 首先 現在立刻去炒這個教練的話 就不太現實的 因為你不夠時間去找那個教練回來 好 那就是說現在不能炒他 但是如果不能炒他 那些球員也是非常之不滿他 或者就快要反他的話 那你可能真的要這樣說 其實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反而是會換起意大利球員的 那些鬥志呢 信心呢 拼搏的精神呢 那因為這群球員呢 若果真是很不滿這位教練 而他們都會知道 如果真是即使入到世界杯 都是這個教練教的話 其實去到最後都是沒有什麼成績可言的 那所以呢 這群球員甚至可能會軟臂臂的 在這個時間如果這樣的話 就更加糟糕 但是如果你這樣說一說 那群球員知道了 這個教練遲早都會走 不用理他這場賽事 我們自己有自己拼 拼到的 進到俄羅斯 再想呢 甚至當時的時間呢 有可能 足夠就會和我們找回一個好一點的教練 也都有人已經開始在說了 就是說 喂 肥安可不可以來教意大利去踢世界杯啊 那講到肥安呢 大家都知道了 我何鷹為大家是做了個專輯是講肥安 那我為大家是回顧了肥安這麼多年的職業生涯 得出了個結論就是 他不是很懂得去執教主公的球隊 但是呢 如果要他搞反擊球隊呢 他是大師級來的 那意大利今年打反擊應該是必然的 那所以肥安的確是很適當呢 去做現在意大利的國家隊的 那所以呢 那這班球員真的要拼搏呢 才有後續的這些機會出現 那好了 就算講到怎樣都好 都是要看回眼前的這一場賽事的 那這個教練雲杜拉呢 我們知道了 他無論是排陣啊 和臨場的應變都是非常之有問題的 也都逼到呢 就是明宿派路都開康了 那派路呢 他講的這個陣式呢 簡直是寧丹妙約 他就強烈建議下一場賽事 意大利在主場 是要用更加進取的陣式 4-3-3 那我是極度同意的 而且派路呢 在訪問的時候 也都有講過上一場賽事的評論 他就覺得呢 你用兩個前鋒 那就集中了一些呢 就是攻勢在中間 但是今天意大利其實打不到上去 反而呢 應該要用多些兩邊 而下一場賽事 碎段一定會死守 那所以呢 拉兩邊 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那所以派路呢就說 4-3-3就是符合這個要決的 我就覺得 雲杜拉你照抄就行了 不要想了 派路說什麼 你照做 4-3-3是對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場賽事 一字那麼簡單 首先你要入到球 入到球之餘 還要最好先入球 而且你要記住瑞典來到聖西路這邊 他一定會先死守 對方是沒有先入球的意欲的 這場賽事 那所以無論你怎樣做都好 你是不可能引到瑞典上去攻你的了 所以是沒有踢三中堅的餘地的了 三中堅是不需要再考慮 這一套陣式要先放進雪櫃的了 一定要跟派路踢4-3-3的 那從那個陣容來講 我會很希望他們出薩帕哥斯達踢右後衛 也就是說 簡達華有機會釋放上去踢右翼的 簡達華其實踢右翼是最好的 那如果有他在右邊拉到邊呢 就右邊有人了 那左邊我相信 欣洩妮是不可以不上陣了 上場都叫休息了 今場賽事要拼命的了 那欣洩妮在左邊可以拉邊 亦都可以內插入做超連結人的 那中場你用回三個 我覺得都是無可口非的 因為你要意大利在主場出四個進攻點去主攻 反而是不是他們那麼適應的一些戰術來的 意大利都是喜歡踢中短期的進攻 那所以中短期進攻我認為是可以的 而且就多些簡單直接找兩邊的球員 亦都有組閃組卓出現就是最好 因為我們知道 瑞典的防線 其實不太穩陣 有連達路夫這些球員在裏面 也就是說 其實你多些用高空軍炸 明賣明賣都好 是有機會逼到對手犯錯 只要對手犯錯 你就有機會憑藉著這些明賣明賣的方法去取得入球 所以前鋒呢 我的首選是比樂提 因為這個球員有投取攻門的能力 而你這場賽事就是用組斬組成高空軍炸 這個球員正選很有幫助 如果是出一幕比利的話 我都覺得還可以接受 但是不可以 比樂提答 一幕比利 如果你看得到 比樂提答 一幕比利 後面還要是三中堅的話 那就要跌到心水 明顯世界盃 見不到意大利的了 好了 我剛剛所說的所有東西 都是希望入到第一球 至於第一球球在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能不能在早段出現呢 其實要在早段出現的話 就要靠一點點運氣 就要靠對方 就不知為什麼一開始 他們的後防線就已經犯了錯 讓你可以在早段入到第一個球 這樣東西是絕對要靠運氣的 所以有運氣才有這支歌仔槍 而若果我當是正常的情況 我認為意大利入到第一球的機會 往往是出現在下半場 甚至是中段或者中美段 為什麼呢 因為以現在意大利的主攻力 其實就不是說這麼容易撕破到瑞典 都是在說明買明賣而已 所以都是要不斷試的 而試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在等一件事 就是對方體能下降 對方體能下降 其實也有大一點的機會 會出現犯錯的情況 所以你要不斷呢 就是進行左轉右 右轉左 盡量去拉動到對方的防線 是左左右右移動 這樣的話他們才會累 也就是說又回到我所說的一件事 一定有兩邊的球員 這樣才可以拉兩邊 那你才可以令到對手累的嘛 所以都是那句 派路的433是對的了 好了 講到這一部分呢 我真是當意大利了 這樣憑借對手累 和犯錯 拿到1比0的時間了 那這一刻呢 意大利能不能夠拿到第二個入球呢 這一件事呢 我就覺得有點懷疑了 除非意大利真是很早入了球 否則的話 如果真是去到下半場的 是中段或者尾段 才1比0的話呢 其實瑞典的取態是不會變 繼續都是這樣的 因為瑞典覺得 我沒有必要去冒這個風險 失敵二球 所以就算我去到下半場了 我都是繼續死守 守到90分鐘的 去保住你呢 就是1比1的總比數 那跟著呢 大家都會繼續 就是磨下去 保時或者加時的時間 去到加時的時間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的了 因為就算是攻那一邊也好 他去到加時的時間 都是不夠膽再攻得太過前的了 因為去到那一段時間 如果你反而失敗一球的話呢 就會是更加大劑 沒得搞的了 所以呢 守那邊一定是繼續守 攻那邊呢 都是保守 所以我去到最後 我認為這場賽事 其實是需要用12碼去分勝負 也就是說呢 這一場賽事 就應該是這麼多場的世界盃 最附加賽裏面呢 最緊張 最靠人心弦的一場賽事 來的了 所以大家呢 是可以期待一下 還有呢 去感想一下12碼那種 非常之緊張刺激的氣氛 那去到射12碼來講 瑞典當然是繼續靠運氣了 那意大利其實是可以靠經驗和吸數的 那加上呢 他們是主場 還有一點點好處 那究竟那天呢 是會不會 繼續在足球歷史上面 寫下了 意大利是每12年就會進入世界盃 決賽一次的這個宿命呢 那天會不會保送回意大利 入回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呢 就橫看這一場這麼緊張的賽事了 好啦 多謝大家呢 就是收睇今場的 是荷英測波經 意大利對瑞典 那如果大家是想去網聚的 記得就是網上報名了 不懂的就是看一看這條片下面的 是詳情有教大家的了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大家是想鼓勵一下我的 也都可以看我的片的之前 那如果Youtube是插了廣告進去的話呢 那你播完它就可以了 好啦 那看完場播之後 我再跟大家做個蔡侯萍啦 拜拜